由台湾玩具图书馆协会和知名的日系车厂合作举办的 玩具复活节巡回全台计划 今年是迈入了第五个周年 5号的上午是来到了花莲市的民意国小 将二手玩具变身闯关的游戏 让亲子寓教于乐 从中学习爱物习物 探索环保和分享的精神 105年正式启航的Toyota玩具爱分享 每年皆以玩具环导的方式 陪伴亲子度过精彩的假日时光 今年第三度来到花莲市民意国小 将许多二手玩具 变身套圈圈 迷你保龄球 打弹珠等闯关游戏 不仅环保更玩出创意 我们最主要的活动内容是在提倡环保 那我们的二手玩具呢 都是由民众来捐赠的 那我们待会的闯关游戏里面 运用的都是我们回收的二手玩具 那我们也提倡环保之外 更常提倡的就是亲子共玩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活动呢 让我们花莲的乡亲 能够带着你家里的小朋友 一起走出户外 来到学校 来到我们的游戏间 来到我们的闯关游戏里面 来体验我们的二手玩具 它依然是有热度 有热情的 木头是永续的 它可以使用的更长久 不会变成我们环境的垃圾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样的教育呢 能够让他们走路家庭 减少使用塑胶玩具 而且能够使用木头玩具 然后最后呢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宣导就是 我们这个的活动 主要是由Toyota公司 还有很多很多的志工 来帮忙一起来支援我们 让我们的协会呢 能够永续的推动 这样的环境教育 台湾玩具图书馆协会 与Toyota和泰汽车 至今合作第五年 回收二手玩具超过180顿 借由公益活动 循环再利用二手玩具的价值 活动从8月举办到11月 一路巡回15个县市 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在玩乐中 随其珍惜环保和共享的精神 记者讲邦彦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